唉 怎么叹气了呀兄弟 不就是又要送礼物了吗 蛤 怎么又要送礼了 广东入东嘛 总之就是要送礼物了 但我现在不知道送什么好 你要么上X宝看一看 不挺多推荐的吗 哦 你说的是那些女生收到都哭了 99%女生收到都感动了 不送不是好难有的礼物吗 是啊 早两年我都相信这个的 所以我第一年拍拖纪念日 就送了她一个 女生看到都哭了的八音盒给她 接着第二年拍拖纪念日 我就送了一瓶 99%女生收到都感动的手工猩猩 结果我女朋友罚我抄了520遍 我以后都不敢再送了 再总共抄了1040遍 总之送错礼物这件事 分手是小 罚超是大 那你送些常规礼物吗 哎 不行啊 Kiki是武汉的 我花钱花多了 她会生气的 那要送她游戏皮肤啊 哎 不行的 Kiki是天秤座的 天秤座很注重仪式感啊 送皮肤我这么黑 她会觉得我不重视她了 唉 唉 唉 老头你叫什么 唉 你妈咪准备猴一了 所以 唉 11月 就是天蝎座 哇 天秤座出名 寄生好好的啊 对啦 去年你妈咪猴一 我没买礼物 还是斩了回家 接着下来的半年 我都没饭好吃 餐饭买了我不喜欢吃的菜 难怪那半年妈妈买的菜 特别適合我胃口了 还有啊 那半年我一洗澡就洗衣服 弄得水压时大时小 水温又时当时热 刚刚洗澡的身份就跟我过冷河 洗澡也洗到有阴影 天蝎座恐怖如是 不想免单身家庭 就趕快帮我量度 今年送什么生日礼物给你妈咪啦 又要送得有新意 又要送得有意义 喂 不如送首饰吧 跟重本 重条铁 为了家庭幸福 以及本人的身体健康 花多少钱又何妨 刚刚我在周生生旗艦店 看到Promessa原创系列的戒指 可以给顾客亲自设计专属戒指 可以自己简形状 简材质 内圈黑字 还有12粒不同意义的 诞生石任君选择 Kiki天秤座 可以送代表10月的迫使象征希望 第副柱女座 可以送代表9月的蓝宝石象征智慧 妈妈天蠍座 可以送代表11月的黄征 体现你的真诚 黄征可以 你妈咪最喜欢黄征 12个月12粒石 我每个月送戒指给你妈咪都可以 老爸 你这么搭水吗 咳 肯定也要有多少钱 不要给你妈咪